鳳梅花夏季棒球聯盟 十三號完場比賽是何庫親控 交手崇越準英 這次崇越五成勝率保衛戰 但先發投手唐宇瑞第一局就有狀況 兩出局之後 被第四棒的洋炮Louis 扛出中外夜深遠的安娜 原本在一連上的王興玄 輕鬆地跑回本壘得分 何庫閒持地連起的1比0領先 而且唐宇瑞對洋將克蘭德 投出出身球之後 又無法解決下一棒的蘇瑋拳 加上隊友的守備又不幫忙 這球傳遍的結果 就是給對手提分機會 戰況來到了3比0 林俊平又繼續補刀 總計何庫這個半局 靠著三局的安打 加上兩個四次球 單局攻下四分大局 使得唐宇瑞智完成一局的任務 就下場休息 何庫打線面對崇越的第二任投手 蘇哲明也不愁軟 第二和第三局各攻下一城 戰況來到6比0優勢 對落後的崇越來說 得想辦法突破 何庫先發投手曾鈞燕球路 原始他前五局相當省力 只用了60球沒有10分 人們的大半長的準音打線 前八局都沒能吐頭啞蛋 九局上半 他們又丟掉了要命的一分 中場合庫就以7比0 開心的收效 歡迎光臣 未來提供消息中 黃華軍綜合報導